这节课我们学习ES2020下一个新特性 叫做Dynamic Import 其实它叫做动态导入 或者说我觉得更贴切一点 应该叫做暗需导入 我们看Import我们在ES6里面 模块那一节是不是讲过 如何通过Import导入一个模块 但是大家想一想 其实我们现在整个的前段项目 复杂度要有点高 那这样的话 当我们一个项目想用户看到的时候 比如说用户一般先看到的 是不是可能是首页 其他页面用户可能一开始先看不到 或者有些用户可能只看首页 后面的页面可能也不会去点 那大家想一想 我们如果一次把整个代码 全都加载给用户 那这样的话 用户接收到这个代码的这个速度 因为代码包比较大嘛 所以呢当用户看到就加载这个资源的时候 是不是就会比较慢 那如果我们有方法能做到暗需引入 也就是说用户看到哪个页面 或者说使用到哪个功能 我再去加载对应功能 所对应的这样一个资源 那如果能做到这种暗需引入 动态导入的话 是不是整个用户体验会更好 整个渲染速度 或者加载速度也会更快 如果能实现这样的功能 是不是就非常的好 所以说其实这个动态导入 指的就是这样一种方式 所以我们需要知道它的一个应用的背景 接下来我们讲一下语法 语法很简单 大家看 我们还是先建一个文件 这是第七章的第二个例子 然后我们把它引进来 大家记得我们前面是不是封装过一个模块 叫做阿迪克斯对吧 我们通过export default把它导入的 那我们就以它为例 看看怎么能把它去动态引入 比方说我们在我们的页面上 比如说在我们的index的填满里面 我们增加一个按钮 这个按钮之前用过就不 我们还用这个把它释放上来 这样的话页面上会有一个按钮 ID叫做btn 然后我在我们的GS当中 比如说我先取到这个btn 大家看我们是不是可以通过 document点 或者是slater 然后这边是不是 警号btn 这都是H5里面的新的方法 我们既然讲的都是ES新特性 那么我们就使用一些新的方法 找到这个按钮以后 我们是不是可以给这个按钮 去绑定一个事件 通过add element listener 第一个参数是一个时间类型 第二个参数是一个事件的 数理函数 我希望这样 当我点击这个按钮的时候 我再去加载 阿甲克斯.gns这样一个模块 我不用它就不加载 我点击的时候才加载 这样的话 是不是实际上一个动态导入这样一个功能 大家看 那我们可以这样 在这边我们通过import import是不是当前文件夹下面 有一个叫做阿甲克斯这样一个模块 然后当它加成功以后 我们其实可以点击认 比如说导入这个模块 我们就叫mode 就是mode的意思 然后这时候我们可以输出一下这个model 大家看一下 比如说我点击一下 我这个按钮 这边是不是打印出一个对象 然后大家看 default里面是不是有一个阿甲克斯 因为我们那个阿甲克斯 是不是通过export default导出的 那如果我想调用 应该怎么调用 是不是mod.default 它指的是不是就是我们这个阿甲克斯的方法 比如说我们还是去请求static 下面的a.json这个文件 然后请求换个以后 我这边打印一下这个请求结果吧 保存 大家看 当我点击它的时候 这边是不是能输出 我是a 所以说 其实这种方式 就相当于是我们使用了一个 动态导入的按需去加载这样的方式 因为我们这个模块 如果你用户不点这个按钮 那你就不加载 因为页面上面很多按钮 很多用户根本就不会点 如果不会点的话 你跟那个按钮 所相关的一些模块 大家觉得我们是不是可以就不加载 或者我们做成那种 按需去下载的形式 是不是比较好 这是一个应用场景 然后我们再看 我们打开百度 当然如果有同学会view的话 已经知道在view的生态圈里面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物有管理 叫做view 如此 如果有同学没有用过 也没有关系 我们就看它是在这个viewrooter里面 是如何应用的 你也能看得懂 我们点开第一个 viewrooter 最终Root 然后呢 我们看这个菜单的最下面 有一个叫做 买加载 零卡 我们看这边 大家看他所说的是 当我们去打包 构建一个应用的时候 GS的包 是不是会变得很大 会影响应用的加载 如果我们能把不同的路由 对应的组件 分割成不同代码块 然后呢 当这个路由被访问的时候 我们才去加载对应的组件 这样效率是不是很高 大家看他这句话 说的一个应用的场景 或者应用的背景 是不是就刚才 我在这个前面 说的那样一个场景 因为项目现在很复杂 然后如果我们的一股脑的 把所有的文件 都加载给用户的话 那整个的体验不好 加载很慢 对不对 然后如果我用到哪一个 再去加载哪一个 其实这时候效率会比较高 其实在Wipack里面 早就支持了这样的功能 我们直接看这下面代码吧 大家看这句话 Cons 这肯定能看懂 对吧 第一个强量叫做FOO 只不过这个强量 等于是 这块是不是相当于是一个 箭头函数 然后呢 箭头函数 它是不是引入了一个 叫做FOO.view的 这样一个文件 不会view也没有关系 你也能看得懂 它FOO 是不是相当于指向了一个 方法 然后呢 当它在用这个路程的时候 你就相当于是 这个是人家定义好的 这样一个 我能new它 new出实际上就像 这样理解就可以了 然后呢 Path叫做地址 Component叫做组件 相当于是 我当我点击这个地址的时候 它能够加载 对应的 这样一个组件 你就这么理解 就可以了 当然如果同学使用过 view的话 你看这个语法 也一定很熟悉 如果暂时还没使用过呢 你通过我的讲解 你应该也能明白 它表示了什么意思 就可以了 那既然当我点击这个地址 我才需要下的这个组件的话 那如果不点击它 我这个组件 是不是就可以不加载 所以大家看 它这种方式 是不是也使用了一个 我们这几个所学的 动态导入的一种方式 这个组件 我不用就不加载 我用的时候 它才去加载 所以呢 这个也是import 我们在view项目当中 一个非常常见的 一个用场景 我们可以做成这种 对应的组件 进行按需加载 这个呢 就是ES11 这个新特性啊 叫做动态导入 或者我们叫做 按需加载 它可以让我们的模块 在用到的时候 再加载 不用的时候呢 就可以不加载 提高我们的效率 当然现在WiPad呢 也已经很好的 支持了这样的新特性 因为它对于我们的 比如说 尤其是我们在一些 应用的时候 因为用户 第一眼看到的 一定是手评 就是手页嘛 对吧 我们叫手评 所以呢 大多数的项目的 漂流工程师 都会花费很多精力 在这种手评渲染的 优化上面 所以说 对于这种动态导入 是不是也是一个 优化的一种方式 可以让我们的 手评速加载更快 然后其他页面呢 用到的时候 我再加载 如果不用到呢 我根本就不需要加载 这个呢 就这节课 我们需要了解的内容 我们需要了解的内容 请不吝点赞 订阅